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社会就稳定了这一些混乱的势力 也就渐渐的销声匿迹了 最近河南省有一位九旬老人去世 大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从其中的一张破纸之中 却发现了他曾经的身份 当时在我国证券还不稳定的时候 各方的势力都通过向农民进行剥削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当时人民的生活可 卫士处在祸水生活热之中 根本食不过负 自己生活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当然 这一些土匪之中 有一些人是好的 有一些人却是坏的 好的那些人就是通过解夫欺骗 来揭取一些不义之财 来帮助穷苦人家 是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却还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他们毛财害命 这种事情做的可不少 有这种破坏社会稳定的人 自然也就有那种维护人民财产和生命的安全 而且打击土匪的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政府就派出了军队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些土匪势力进行为假 消灭他们的势力 从而来消除影响百姓生活的隐患 所以 在那一段时期 军匪的矛盾可是非常激烈的 当时很多的军人都在剿匪的过程中牺牲了 当然 剿匪事业在最后也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土匪名字叫做李子慧 他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做了 土匪对于人民进行了迫害 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却丝毫不知悔改 继续做着杀人抢劫的勾当 所以当时政府对于他的政策可是严厉打击的 但是李子慧本身就心狠手辣 而且他的枪法也是十分的准 所以当时很多军人都害怕和李子慧进行对抗 就在大家十分为难的时候 有一位东国军人 名字叫做卢文焕 他自告奋勇去剿灭李子慧 李子慧做了多年的土匪 各方面的消息都非常灵通 知道政府要对他进行围剿 于是便连夜趁机逃走了 于是当政府军队到达他所居住的地方时 就发现很多的东西 以及财务或者是重要的人物 都已经不知所踪了 大家非常为难的时候 轮换所率领的军队就毅然决然地 继续对李子慧进行围剿 当然最后也不负众望的轮换人顺利地 将李子慧抓捕了 当时国家为了纪念卢文焕的重要贡献 就为他发了一个奖状 但是轮换本人十分的低调 一直将这一个奖状收好好的收藏了起来 一直到他九十多岁去世的时候 他的子女才在他的遗物中 发现了这一张已经非常破旧的奖状 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剿匪英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